雪梨街頭升起澳洲原住民族旗幟 澳洲原住民族入線公投即將在十月十四號登場 睽違半世紀的公投運動 議題內就包括在國會設置原住民族諮詢機構 看似對原住民族權益有所保障的議題 這段期間卻發生變動 為在布里斯本移出海濱公園 樹下作者一群人 這些都是反對這次公投的民眾 他們質疑國會之聲設立的法源依據 而反對這項公投的民眾漸漸湧現 根據外媒報導 國會之聲支持率已經從四月份原本有的三分之二 降到現在不到40% 對於這樣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兩派辯論中的錯假訊息 影響了選民判斷 民眾全然依賴意見領袖的觀點讓學者提出擔憂 不過同一派民眾仁假把勁提倡理念 街頭上舉著大大40ES看板也發起傳單 對於部分反對派的質疑聲浪 同一派組織 YES23法言人也做出反擊 雙方人馬為各自立場辯護 但其實在國會內部甚至原住民族議員之間 對於原民國會之聲也有不同立場 而這對勞工黨當局造成不小壓力 總理埃巴尼斯也積極出席同一派活動 試圖喚起大眾關注 不過學者也點出 這些公投之所以民調翻盤 除了假訊息 也與各界關心程度不熱絡 以及同意提倡活動未能激起社會關注息息相關 至今民調數據搖擺不定 兩派人馬如何突破重圍 僅剩一個多月的時間 格外關鍵 原市新聞R56編譯